因為我等一下會耍帥 因為畢竟我耍帥一流 面對鏡頭毫不確長 就算不會打鼓也能即興演出 過去是朋友眼中開心果的他 現在卻被多人指控 搞詐騙 目前名下 總共麻煩了無資手心 剩下總共是19萬 現在平均一個月要找1萬起 就是壓力很大 基本上是打工無法符合 多財多資的大學生活 轉眼間卻被貸款壓垮 全是因為大三的謝慶同學 以工作室購買器材為理由 找來朋友向通訊行 申辦無卡分歧來購買手機 除了完成後可拿到2000到4000元不等 還匡稱款上都有他負擔 沒想到才找沒幾期費用 就人間蒸發 受害的還不止一人 購買燈光之類的 或者是拍片的那些人員費 那些東西來跟我借款 拿到那個利潤之後 然後他會再很成熟給我 差不多63萬新台幣 籌錢名義百百種 出估北部地區 四間大學更有30人受害 財損金額更將近300萬 被害人除了組成製救會 也已經向警方報案提告 他爸住院 然後他騙我們他爸死的 我們才幫他那麼多 無關的人說 確實手機就是在騙我們 之前那麼好是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 對此校方回應已經完成 示範通報 現在同學處於休學狀態 除了主動提供法律諮詢 心理輔導等關懷 也會加強防詐騙宣道 零的電話將轉接到 雲音信箱 撲聲後開始氣費 實際打給遭指控的南大聲 截稿前沒有回應 車房也將擴大清查 避免身為逢甲詐騙 2.0翻版 3D新聞高官宣揚新宜 台北 現在我們看